千万不要错过超级精彩的时钟宇宙第18集的内容 开局主视角监控人就在机舱里大炮打蚊子 打得还非常爽 镜头一晃看到一边的显示屏 上面显示钻头人需要支援 我都不记得是哪位预测达人准确地猜到了这一集的地图正是钻头人的基底 真的是好棒 不过主视角监控人没那么好运 因为蚊子中也有汉不畏死的猛人 直接带着一枚导弹撞上主视角监控人乘坐的飞机 主视角监控人只能高空迫降 还好已经到了钻头人的基地上方 我在预告分析中还说没看到马桶人的攻击 没有想到是已经攻击了 还是自毁攻击 真的是离大谱 然后是我特别提示有关注价值的钻头人 没有想到他不是正主 他后面的那个才是 真的是被作者玩得死死的 我胡了你真老弟 大家都倒了 地面被炸了 然而烟尘散去 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痕迹 主视角监控人赶紧捡起地上的导弹发射器 对准招财猫一样的马桶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一直都没动过 怎么理解呢 敌不动主视角监控人也不动 直到一个音乐和马桶人黑烟传送过来 其实我第一反应 这是个惊吓和字 又有点像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的凯恩 然后因为禁忌的马桶博士觉得他像巨人 没想到他真的是惊吓盒子 一个脑子有炮的监控人 还一个劲的鼓掌 傻了吧唧的 等他摆开的阵势 才发现自己这群人少长了两条腿 在绚丽的烟火衬托下 上演了一出暴力美学追逐大产品 画面是极美的 但是马桶人是极丑的 极丑在极美的沉托下 我们观众记住的就只有极丑 这也太让人恶心了 接下来的画面我是极度反感的 虽然马桶人DS监控人是成人像作品 但是在平台发布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分级 比如我的粉丝里就有很多十几岁以下的青少年 甚至还有很多儿童 他们不应该接受到这样血清暴力的画面 就我个人而言 也不太愿意看到这样的画面 所以即使在油管 我也会进行全码处理 国内平台会直接删除这一段 以后有类似的剧情或画面 也会以同样的标准进行处理 希望各位粉丝兄弟能够理解 钻头人有地下基地这个事情很靠谱 下面应该是在加班加点 给泰坦钻头人制作新的躯体 这个运送来的东西外形很明显 就是一颗大钻头 看来它的复活回归不需要等待太久 救援完成后 泰坦监控王接到新的任务 直接飞走 主视角监控人又看了一下地上的残骸 无法深究这个镜头的内涵 就直接切换到另外一个视角 我很疑惑第一个视角可以说是小丑的视角 接下来换成了谁的视角了 难道这就是主视角监控人 看向惊吓盒子的残骸的原因吗 我本以为这是另外一个都市传说 没有想到马桶博士出现了 他像破烂王一样 将之前所有被摧毁的马桶人的装备收集起来 并且来到这个马戏团找到潘尼怀斯 这是小丑的名字 他并不是都市传说中的一员 而是著名作家斯蒂芬金的 1986年同名小说《他的主角》 看起来都市传说已经无法满足作者的创作需求 所有的恐怖类别都将进入取材范围 只是目前看来 恐怖马戏团将作为之前预告宣布的全新种族之一率先登场 或许他们的到来能够帮助马桶人阵营扭转颓势 改变时钟宇宙中监控人联盟一直吊打马桶人的局势 不过《小丑回魂》里的小丑表现并不是太好 不知道作者会不会延续这个设定 把小丑马桶做成搞笑角色 当恐怖遇上搞笑 就和刚才烟花下的惊吓盒子一样产生强烈反差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设定 我又开脑洞想了一下 从马桶博士的成长来看 新家族在完成基础任务后 会不会也变成马桶博士的养料呢 最终的马桶博士会变成一个移动的垃圾网 想想似乎也挺带胆的 最终的马桶博士的养料